好,那接下來我們往下走 想跟各位講一下 那個剛剛有人問我說 欸,蕭亞,我們現在是要回去放棉嗎?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台灣? 要去台場 來麻煩 因為那一天 這個行程拿出來一下 我重新來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要去什麼地方 這樣好嗎? 你都沒有體驗電話嗎? 人家幫你放棉 你自己玩就好了 我講一下 來,我們本來 我們行程設定的話 是要從今天 就要去回飯店 就要住橫濱那個地方 後來因為我們有這個 大家說在蓮艙這個地方 要住什麼? 晚久一點 本來我們明天是早上出發 要去中華街,要去蓮艙 然後要去那個襄南海岸那個地方 去江之島坐那個火車 那所以 完之後要回來 台場也要去免稅店 可是因為大家 那天講的最後 是因為大家都怎樣 想說 我們要好好在這個蓮艙 鄉南海岸這邊好好的玩 玩到大概五點多 我們才回去 所以後來的兩個行程都沒辦法走 所以我們就稍微調換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 直接出發 我們就先去免稅店 不過有人說 唉唷,很奇怪 可是真的沒辦法 行程就只能這樣逃 好不好 好,那你等一下到免稅店 你自己想要買什麼東西 你自己去購買 我等一下介紹一下有什麼東西 你如果感覺有需要的 你就去買 這樣就對了 好,那免稅店完之後 然後再帶各位去台場 那台場這個地方的話 你們要待久一點的還是怎樣 因為 你假如要待短一點的時間 直接今天就可以帶你們到那個 那個紅磚瓦區 就是未來21世紀 看你們要待哪個待比較久 假如說有的人覺得說 反正台場 那我第三天再慢慢玩的話 就你們第三天再買 你假如說 21世紀那個地方比較少去 我們就去21世紀這個地方 這樣好不好 好不好,我們現在先觀點一下 看要怎麼走 好不好 要不要 要不要投票一下 有人知道21世紀未來港 在哪裡 我跟你講21世紀未來港 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修平墓 那這個修平墓 假如要逛那個修平墓 你倒不如在台場逛 那另外一個 它是一個紅磚瓦區 因為橫濱這個地方 是屬於日本怎樣 比較早開港的一個地方 那開港大概有150年的歷史 那外國人當時是 畫一個區塊 專門來讓他們跟外國人怎樣 做生意的一個區塊 所以那個區塊現在已經沒有用了 所以他就把它紅磚瓦區就改成 有一點類似有咖啡廳 有賣玻璃製品 你可以帶旁邊去海邊 可以到那個地方去台照 另外一個就是台廠 其實 21世紀未來港 那邊去了 去到那個紅磚瓦區 那比較有意義 那大家 小數福同多數這樣好不好 你們想要留在台廠的 走去嗎 給我坐 這樣我留下來好不好 來 想要21 就是那個紅磚瓦區的舉手 紅磚瓦區 那吉他沒有牙齊會怎樣 自己要坐長 坐下來 這樣 老闆這樣決定喔 好不好 就帶他們去那個紅磚瓦區 這樣好不好 我先跟司機講一下 我先跟司機講一下